看白雲飄過 滿山花朵 知道追求什麼 兒時的真空 成長的夢 在靠攏 是你畫的彩虹 灑滿了天空 是你畫的彩虹 灑滿了天空 是你給我的力量 讓我 飛上了天空 因為你 我不怕風雨 去追逐彩虹 是你 給我的力量 讓我 飛上了天空 我 因為你 我放飛夢想 去擁抱彩虹 多麼好的孩子啊 真可惜 正風連看都沒看一眼啊 媽 您是不是捨不得 爸安安給別人 當然捨不得了 這麼好的孩子 可是有什麼辦法呢 如果爸爸媽媽她只能選一個 那只好選爸爸了 至少有一個完整的家呀 再說鎮鎮個性善良 我相信她一定會對安安好的 是啊 我也是這麼想的 但是想一想還是捨不得 我怕我給了安安之後 我就再也看不見她了 又傻 別這樣 人也捨不得了孩子 可是 為了孩子 我們再痛也得忍著 你要想要孩子啊 以後你可以再生嗎 是可以再生 但再怎麼生 都不是這個 乾媽 友善 夫人你也在啊 這是誰家的孩子啊 這是個遠房親戚的孩子 今天到我們家來串門 讓我們一起幫忙照顧一下 您要不要抱抱看啊 可以嗎 要是可以的話 那當然更好了 來 抱抱孩子 軟綿綿的抱著真好 這麼大的娃娃 聞著特別香 你慢點兒 孩子還小呢 你放心好了 我們浩天生下來 也是這麼一丁點兒大 你看看他現在 這孩子叫什麼呀 叫安安 好聽嗎 好聽好聽 平安就好 要是我們家珍珍 能趕緊給我生個孫子 那該有多好啊 乾媽 要不這樣 如果你真的這麼喜歡安安的話 你也可以抱回去 給珍珍抱一抱 說不定還能懷一個呢 真的 真的可以嗎 我給您打電話出來 也是希望您來幫忙的 我跟媽想去做個美容 一時之間也找不到人幫忙 所以就 沒問題 你跟我客氣什麼呀 咱們又不是剛認識 也對 你們母女倆也好久都沒有見著了 友善也剛剛回來 是該好好地聚聚說說心裡話了 乾媽 這些都是小安安的東西 麻煩您了 行 好了 那我走了啊 等等 你會照顧孩子嗎 牛奶的溫度要適當 如果他哭了 那肯定是尿布濕了 或者是太熱了 好啦 看你擔心成這個樣子 好像這個孩子 就跟是你的孫子似的 媽啊 就別擔心了 不過是幾個鐘頭的時間 沒事的 就是啊 沒問題啊 我帶孩子可有經驗了 好 那我走了啊 寶寶 咱們走嘍 回家嘍 媽 你沒事吧 連我的心都快痛了 我可以想想 你的心裡有多難受啊 孩子 這些日子 這些日子 你辛苦了 這些日子 你辛苦了 來呀 乾媽 我不是故意的 小爺 你看 你看這個 你覺得這個婚紗好看啊 還是這個 不錯 你再看這個 這個 你看這個怎麼樣 這個也很好啊 這兩套你比較喜歡哪一套啊 都可以 各有千秋嗎 這怎麼可能呢 這明明是兩種不同的風格 一種是古典的 還有一種是目前最流行的 現代風格 小金 選婚紗真的不是我的強項 不然這樣好不好 婚紗交給你負責 餐廳交給我 菜色交給力衡 那我爸就負責所有賓客名單 各司其職 你覺得怎麼樣 我看你根本就不積極 一點都不想結婚 你這麼說真的誤會我了 我很積極 我還找了力衡幫我們討論菜色 你不信啊 我現在打給他 他待會兒就到了 找我啊 看到了嗎 這不是來了 婚禮的事情我也很著急 我跟我爸商量過了 整個婚禮辦下來恐怕要五十桌左右 知不知道哪裡有這樣大的婚宴場所 五十桌以上 五十桌 有啊 我可以幫你去聯繫 好 菜窑的部分你再行 就都交給你了 沒問題 你放心 只要是你結婚呢 不管和誰 我都會盡心盡力的 喲 挑婚紗啊 挑婚紗 挑完婚紗要拍照 拍完照 至少要有幾個禮拜 才能把照片弄出來 完成婚禮也沒那麼快嘛 再等等 到時候再談婚宴的事情 不行 我們要訂那麼多桌 當然要提前預訂 小顏 小顏 這件事情還是你親自去辦吧 免得有人會出差錯 差錯 你放心 只要你不先出差錯 我絕對不會出差錯 這樣可以了吧 好 立合 我是媽咪 我已經到機場了 聽到我的聲音 很好啊 怎麼 聽到我說話不高興啊 咱媽不說話 我知道你不方便 不過既然我都回來了 有的是時間等你方便 喂媽 要不要我去接你啊 要不要我去接你啊 沒事不用來接我 我已經叫好車去醫院 看你奶奶了 順便約了你爸爸談些公司的事 對了 晚點兒一塊兒吃飯 把你女朋友帶過來讓我進 靜靜靜靜 時間地點我會用短信通知您 拜 孫小姐啊 就這麼說定了 我在飯店呢 老婆 一會兒見 您好 怎麼了 怎麼了 誰打給你的 未來的大嫂 我媽才剛下飛機就下成這樣 這也難怪 她也算是你未來的婆婆嘛 還不至於叫婆婆的程度吧 我有自己的媽媽 頂多叫她一聲阿姨 別這麼敏感啊 開個玩笑而已 既然沒什麼事情 那我就先走了 喂 陳老闆 知道 這案子你給她做不就好了嗎 我跟她說過了 她知道 你又去喝酒 你天天這樣喝 是不是想追死在美國 你真戴眼睛看清楚 這裡全是賬單 我跟你說 如果銀行貸款再不還的話 房子就要被人封了 都扔了 要錢沒有 要命一條 你到底有沒有聽我說話 房子馬上就要被查封了 那你想我怎麼樣 那些人射圈套騙我的錢 警察應該抓他們 最該萬死的應該是他們 放開 放開 小姐 小姐你陪著我 我現在只有你了 我不能沒有你 你 夠了 你以為再這樣下去 我還會繼續留在這裡嗎 我告訴你 你自己捅的樓子 自己去解決 這赤子沒法過了 不許走 以我的允許 誰都別想走 憑什麼 憑什麼 就憑我帶你到美國 就憑我供你吃供你喝 讓你過少奶奶般優越的生活 你不高興 我馬上一輛崭新的跑車送給你 車撞 我馬上又送一輛新的給你 你敢說 這種生活你沒有過過嗎 說呀 我對你不好嗎 我不捨得給你花錢嗎 你為什麼要離開我 你說老婆 我們是夫妻 夫妻就應該同甘共苦 走 走 我跟你說 我從來就沒有愛過你 這一輩子 我只愛嚴格一個人 如果當時不是他出事了 如果當時不是因為你很有能力 我是不會嫁給你這個賓家子的 不許懂 我偏要走 你走 你走 我讓你走 不過你記住了 無論你走到哪兒 你都是我老婆 你一輩子不可能擺脫 你走 我現在該怎麼辦呢 想不到天昊居然追到這裡來了 要不是奶奶昏迷 我跟嚴格早該結婚了 怎麼會這樣呢 我的人生怎麼破折不斷呢 喂 老婆 我的飯店已經訂好了 是岑峰飯店 市區這麼多飯店 你為什麼非選岑峰啊 那那麼多熟人 我以為碰見了怎麼辦 你沒聽說過嗎 你沒聽說過嗎 那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要是真被看到了 就說我們在台生以後呢 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好了 我在這兒等你 你快過來吧 寶寶 不著急 不著急啊 不哭不哭啊 你媽媽晚些時候就來接你啊 你一定是餓了 媽 怎麼會有個小婴兒啊 你先別問了 這孩子肚子餓了 你趕緊去拿熱水 快點快點 熱水 快去啊 快點 是不是要泡牛奶啊 還是我來吧 來來來 把孩子抱好了啊 快一點媽 你手抱好他啊 真是的 什麼都止不上 寶寶 你等著啊 馬上就好了 那這孩子是從哪裡抱來的 還不是給你和浩天借來的 我看能不能沾點喜氣 這樣就能懷上啊 珍珍我可告訴你啊 以後就算浩天她要避孕 你也要堅持 絕對不能避孕 知道了嗎 我知道了媽 我會跟浩天說的 我跟你說的可是真格的 你千萬別跟我打馬虎顏 哦 我從來就沒有愛過你 我只愛嚴格一個人 如果當時不是她出事了 如果當時不是因為你很有能力 我是不會嫁給你這個敗家子的 天昊 你一定要挽回小京 要讓她明白你的愛 天昊 老婆 老婆 好久不見啊 你住幾號房 這麼著急啊 果然是小別勝新婚哪 你別耍嘴皮子 這裡人多 進去說 好 好 怎麼等不到松下先生的人呢 說好在咖啡廳的呀 慘了 我還在爸爸面前說得頭頭是道 信心滿滿的 事情沒辦好 回去可怎麼交代啊 你 小京 小京 都快結婚了 不會是小才兩隻船吧 那嚴格怎麼辦啊 他那麼吃雞 直到起不傷心死了 什麼 我一定要讓小京知道 他一定要嫁給嚴格 嚴格對他那麼好 他怎麼可以對不起他呢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幾樓 你跑累死也沒有用啊 怎麼會這樣啊 說吧 你想幹嗎 幹嗎 一個做丈夫的 能對老婆幹嗎呀 別整天老公老婆的 受不受麻 怎麼 不承認啊 當初在拉斯維加斯的時候 可是你主動拉著我的手 走進教堂的 當時我們都喝醉了好不好 走進教堂結婚的情侶 有哪個不是被愛情沖昏頭腦的 又有哪個那時候不是稀裡糊塗的 要是這樣的婚姻不算數的話 那天底下就沒有算數的婚姻了 你當初利用我在美國過好日子 我生意失敗 你就一腳把我踢開回來生我 現在你還想回頭嫁給嚴格 有這麼好的事嗎 我當時跟你去美國 完全是想圖個安穩 女人圖安穩就像你兒 想找個穩褲的潮一樣 有什麼不對的 你還是那麼連密牙俐齒 我說的只是事實 當時你要是聽我勸 不去亂搞什麼投資 會弄成那樣嗎 後來出事了 你要不是整天在那兒買醉 我會離開你嗎 你現在跑過來找我 怎麼不想想你自己的原因呢 好了好了 過去的事情我們就不提了 你也不要拒我一千里之外 事情搞成這樣我也很難過 換個角度想 我沒什麼本事 又想跟你過榮華富貴般的生活 那我不停而走險行嗎 小婧 這段時間真的特別想你 你不知道這幾個月 我是費了多麼大的工夫 才躲避那些債主 大飛機來見你 我好幾次都差點被他們抓住 我都以為沒命再見你一面了 如果你真的愛我 就應該給我幸福啊 可是現在你沒辦法給我幸福 為什麼還要阻止我 因為我愛你 因為我不能沒有你 那我一起下地獄 你就開心了是嗎 你太自私了 是我自私還是你自私啊 你以為騙得了嚴格 就能騙得了我嗎 你是什麼樣的女人 我最清楚了 在你眼裡 只有一樣東西最重要 那就是錢 只要有錢 讓你幹嗎你就幹嗎 你以為你很高尚嗎 你根本就是一個愛慕虛� 要錢不要臉的女人 不要臉的女人 不要臉的女人 你既然這麼討厭我 為什麼不放我走 為什麼還要纏著我 因為你是我老婆 無論你做了什麼我都不在乎 不要臉的女人 你放開我 你哭了 我親你 你為什麼哭了 你是我老婆 為誰守著呢 為嚴格嗎 那我隨了你吧 天昊 天昊 你到底怎麼樣才能放過我 那你呢 你怎樣才會跟我走 我是絕對不會讓你嫁給嚴格犯重婚罪的 因為你是我心愛的女人 我絕不會放手 之前你跟我說 你接近嚴格是為了錢 那錢呢 你可別陪了夫人又折兵 人才兩失啊 天昊她現在也沒什麼錢 我就先用錢打發她 之後的事情 再看著辦吧 族風建設有那麼多錢 我當然要慢慢地拿 才不會引起懷疑 這點零用錢你先留著用 過些日子我再給你匯些款 小青啊 我不會放你走的 你這輩子 註定就要跟著我 小青啊 我不會放你走的 我並沒有比別人差 我甚至於很努力 為什麼 我的人生 卻是如此的苦難不斷 我一定不放棄 我一定要成為 層風的太子妃 我一定要高人一等 我不要再看著 別人的鞋子過日子了 我要當一個 不被人欺負的人 姐姐姐姐 你醒醒好 給點錢 你說什麼 姐姐你醒醒好 給我點錢吧 姐姐姐 幹什麼呀 別拿著我 走開啊 走開 你又不是自己走前去啊 你幹嘛要跟人乞討 為不打我 我告訴你 我打你媽 你是在幫你啊 你以為你可以一輩子養頭 看別人的臉色乞討嗎 你以為你可以這樣 花著臉不要臉嗎 如果你要擺脫這樣的生物 你就要學會堅持啊 不能這樣手心向上 一直要人施捨 你要學會手心向下 施捨他人 懂嗎 我不要跟他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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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堅強起來 我要往上爬 我要當個人上人 讓所有的人 都不能欺負我 都不能 好 喂 我 我在外面呢 在看一個廠商談事情呢 林生阿姨回來了 大家一起吃個飯 我把餐廳地址發給你 直接過去就好了 我知道了 我要振作起來 我不會被打倒 天后 你休想拉我進地獄 你休想 這牆壁空空的 全都給我掛上畫 這床單也得撤了 換新的 這座全撤了 換組新沙發還有茶巾 在這兒放個音響 鮮花得天天換 花香要宜人 免得刺激病人 在這兒 擺上一屬盆栽 還有這組台燈啊 你也撤了 換個新的 這音樂啊 得二十四小時播放 播放新音樂 早上九點呢 跟下午三點 就放新聞 植物人也是有意識的 他的情緒 也需要被關照 外界的刺激跟瞭解 也是必須的啊 對了 這病人用餐的時間 就改成 他最喜歡的古典醫院 可是病人 沒法徵程飲食 調整心態是非常重要的 把我婆婆 要當成即將康復的病人 而不是在這兒等死啊 這是最基本的人道照顧啊 做不做得到啊 是 以後我們每天早上九點 中午十二點 晚上六點 都播放這個CD好吧 還站這兒做什麼 快去啊 媽 要不是你現在昏迷不醒 還沒有辦法握您的手呢 我知道 您之前嫌我太強悍 明明是個女人 身體裡卻住著個男人的靈魂 其實 我只是性子極 明明十分鐘能完成的事情 為什麼要花十五分鐘呢 還有 明中 明中離開岑峰的時候 我知道您一直怪我 搶走了你的兒子 可是母子情深是天性 我怎麼可能搶得走呢 幾年前 工程出那麼大的意外 讓公司造成那麼大的損失 我能想到最果斷的辦法 就是斷尾求生 我這麼做全都是為了民中好啊 媽 這麼多年來 我一直努力做好民中的妻子 在外人眼中 我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我心裡知道 我非常失敗 一天得不到你的認同 我就一天無法釋懷 媽 你一定要醒過來 我把在香港的事業 暫時告一段落 你一定要好起來 讓我好好地孝順您 照顧您 蓮生 媽昏迷都快半年了 我天天這麼跟她說話 也沒回答半句 你就別費神了 你怎麼那麼消極呢 有些植物人昏迷了二十多年 還清醒了呢 媽只不過是昏迷了大半年而已啊 我當然希望媽能早點醒過來 可是大夫說她也沒把握 好 媽的個性那麼強韌 我相信她一定會好起來的 是啊 這一點我也非常欽佩 甚至都覺得有些慚愧 對了 嚴格的婚禮籌備得怎麼樣了 那邊交給小晶自己去處理了 我看嚴格呀挺尊重她的 嗯 她跟嚴格的事 立衡跟我說過 不過立衡最近跟我說 她覺得孫小晶的血癌是假的 又說天美在奶奶的手上 發現孫小晶身上的鈕扣 我覺得媽這次的意外不單純 這件事情我也聽說了 我覺得是力痕過濾了 這好端端的小晶憑什麼去害媽呀 至於生病的事情 誰願意這麼去揍自己呀 這你就不知道了 這有些女人的心思啊 多得超乎你的想像 你也沒見過小晶 就不要傾下斷言 其實我覺得小晶這孩子挺好的 有點像你 你別拿任何女人跟我比 誰比得上我的了 對了 我打電話到美國醫院 查證孫小晶生病的事情 醫院證實孫小晶 確實因為血癌在那接受過治療 這不就對了嗎 如果她有心收買 刻意造假 這也不是不可能 再說她的母親 到現在也沒有出現過 你不覺得這有些古怪嗎 你呀想查就去查吧 就算我反對也沒什麼用 對了 晚上我訂好餐廳 約了你幾個孩子一塊吃飯 我真的想看看 是哪個女人 把我們力痕的心給收買住了 好了 不早了 我們走吧 吃完了 嗯 蓋上點啊 小寶寶 你太可愛了 你看嘴還在動呢 動的動的 你就要彈吃 真是太可愛了 看到這麼小的婴兒啊 我心都要化了 這要是浩天的孩子就好了 媽 今天一天 因為寶寶的原因 你都變得好溫柔了 那你是說我平時很兇啊 不是不是 我不是這個意思 好了好了 別緊張我也是跟你開玩笑 好 還別說 這看孩子呀真夠累的 媽 那我來照顧她吧 你趕緊去洗個澡 可以消除疲勞 也好 這樣吧 我呀先去梳洗 等完了以後我來換你 好嗎 好 你也累了一天了 小乖乖 乖乖 快 媽 珍珍 我回來了 好天啊 嘘 小寶寶 這孩子哪來的 快過來看啊 我來了 天哪 這是我兒子 這嬰兒從哪兒來的 是別人托媽媽照顧的 是誰 難道真的是友善 浩天 我跟你說啊 你都不知道媽今天有多高興呢 而且啊 媽今天對我也特別的好 我在想啊 如果我們也可以生一個寶寶的話 那我跟媽的關係 肯定會得到改善的 寶寶 我來接我的孩子 這聲音怎麼這麼耳熟啊 浩天 珍珍 是孩子母親來接她了 我們快把孩子還給人家 來 給我 小心啊 小姐 你的孩子好乖哦 雖然我的眼睛看不到 但是我媽說她長得好乖巧 好漂亮啊 你真幸福 如果我也有一個這樣的孩子 就好了 珍珍 時間已經很晚了 你也需要休息 我們讓人家回去吧 不好意思啊 只顧著聊天啊 這麼晚了 趕緊帶孩子回去休息吧 好 好 是我的孩子嗎 你說呢 珍珍 我後來想到我還有東西在車上 我去取一下啊 哦 坐下來等嘛 心急有什麼用啊 我不就是急著要抱我的小外孫嗎 那像你啊 這時候還有心思看什麼材料啊你 我這可是幫天美看的啊 這是她 這兩天要負責進口材料的採購啊 要是天美不看好的話 那怎麼辦呢 就快簽約了 哎 就是那個日本人嗎 是啊 我去開門 我還以為你啊 多沉得住氣呢 你就別笑話我了 漢姐 我回來了 安安 來來來來來 快快快 我看看安安 哎呀這孩子啊 真好看 我抱抱我抱抱 哎呀你別跟我搶啊 哎呀我我 哎你早上都看過了 哎呀你早上都看過了 你看這對眼睛啊 哎呀 跟小時候友善多像啊 哎呀還有這耳朵 長得多好啊 有夫妻啊 安安 你外公在咋的你呢 哎呀哎 聽見了沒有啊 我是外公 啊 聽見了沒有啊 來讓我看看 讓我看看 哎呀 這小鼻子長得挺挺的 應該笑爸爸吧 哎呦長大了不得了哦 像爸爸一樣萬人迷 頭髮一堆一堆的啊 對不起啊 我兔嘴了 曲媽 安安吃奶的時間該到了 要不然您去給他餵奶吧 全帶給你 好好好 放心吧 姐 這小的能長得好啊 我是一半加一半的功勞 一半是遺傳我帥 還有一半是我把他照顧得很好 行了 你還有臉說呢 我跟你姐夫找友善 找得心臟病都快犯了 連個電話都沒有 友善孩子氣 你也跟他胡鬧啊 姐 他是害怕 他害怕你逼他非把孩子給拿掉嘛 我也是害怕 還有啊 你不是不知道他的脾氣 他說不然跟別人說 我哪敢通知你們 姐夫啊 還是這麼瀟灑 啊 會是誰呀 你怎麼 安安是我孩子 我不能裝作視而不見 孩子呢 啊 你這個混蛋 你還敢來要孩子 住手 住手 你幹什麼人攔住我 你聽聽聞聞聞 快 快 你高了沒有 這是下降 不許胡來 他不該打嗎 我看你們根本就不心疼友善 你們問問他啊 他這段有多辛苦 他為了生小安安 差點連命都沒了 生孩子的時候 你們知道出了多少狀況嗎 我們叫天天不應 叫地地不靈 他又在哪兒 現在才來要孩子 他配嗎 他不該打嗎 浩天已經見過安安了 我想知道 你心裡到底在想什麼 是不是有什麼計劃 我該說的都已經說過了 可你沒說為什麼不讓我見安安 卻要帶著我的孩子去我家 讓我媽跟珍珍照顧孩子一整天 你 你心裡到底有什麼想法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說話能不能客氣呢 安安是友善一個人生的 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到底為他付出過什麼 你有什麼資格這麼說話 我是這個孩子的父親 這個小孩的到來 即將對我的人生和家庭 帶來很多的影響 我能不弄清楚嗎 那你的意思是 要這個孩子嗎 還是希望這個孩子離你遠遠的 我知道你心裡的想法 你誤會友善了 他沒有要破壞你的家庭 他更沒有要利用這個孩子去破壞你跟珍珍的感情 是啊 浩天 如果你擔心這些 那請你放心 友善之所以生下這個孩子 他是實在捨不得這個小生命 今天友善去把這個孩子交給你媽媽 是我陪的去的 可是他 我是希望 乾媽跟珍珍都可以愛這個孩子 這樣我才能把這個孩子交給他 好 回到最後還是自己的人 偏偏是我愛你太多 對我忽冷忽熱還說到永久 是我不懂我欠你的太多 都怪自己太过让你出于放纵 爱情始终有爱与被爱的不同 恨自己太过把你看得太久 瞬间又想过放手的念头 我太过爱你爱到自己心回头 我太过恨你恨你不如恨自己软弱 我太过爱你从没有想过被爱的感动 再过爱你忘了自己需要爱情的理由 我从没有想过自己需要什么 我太过爱你爱到自己心回头 我太过恨你恨你不如恨自己软弱 我太过爱你从没有想过被爱的感动 我太过爱你忘了自己需要爱情的理由 我太过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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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